外皮Q弹,内线扎实的肉园一般都是圆滚滚的样子 但有人因为开发出多种不同造型,不同口味的肉园 给不同的通路,成为年满5000万的肉园女王 她是廖美慧 原本和丈夫一起经营五金生意,生活相当顺遂如意 但却因为投资失利欠下3000万的债务 开始过着到处躲债的日子 但为了孩子生活,还是要过 廖美慧和丈夫在市场卖起肉园和四神汤 从此开启了他们肉园代工之路 卖遍全台湾 来听她如何靠铜板翻转人生 来,她要吃什么 好 小姐,你要七颗吗? 那算你要吗? 现在Q弹的肉园淋上酱料 这块切开饱满肉馅的好味道是许多卖场品牌 或是食品厂特意找上门代工的原因 我们一开始的那只金鸡母 所以它长的长幅其实没有办法多大 所以后面我就开发了很多不同造型的肉园 给不同的通路 还有不同口味的肉园 比如说我们有放虾仁的 然后有放芋头的 那那一块我们就可以把利润再往上煮了 虽然只是一颗小小的铜板加入圆 里头包裹的不仅是食材美味 更有料美贵的生意哲学 这一切得先从包裹的皮开始说起 我们是用虾仁米先帮它熟化 熟化之后我们会在我们的冷房里面 静置八个小时 那在18度C的环境之间让它静置 那隔天之后我们就是 那个米已经水蒸气蒸发得差不多了 就它的Q度会变出来 它剪刀 然后我们再剥皮 剥完皮之后我们会加入我们的素橱粉 那虾仁米的杏 因为它是短练 所以它是可以帮它做一个造型 那加上素橱粉是让它软性更好 是让它有延展性 但因为我们有一些客人 他们是喜欢更Q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客人 我们有带光嘛 我们帮它做的时候 还会再加上熟化的糯米 让它的 让它更延展性更好 因为是咬虾的第一口 所以皮的好坏是不能失分的第一印象 北部的客人可能比他寂寞 不能这样讲 北部的客人他的要求是要 那个又Q然后又软又能够拉得很长 就在嘴巴的那个咀嚼度要非常久 那我们就会加上糯米 那南部的客人是比他喜欢吃软嫩软嫩的 所以我们的南部的肉圆 我们就没有加糯米 一定是要根据客人的需求 那我们做符合他需求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会越慢越长远 所以我们的客人都是老客户了 皮的部分解决咯 再来就是内馅的肉 亮米会和附近的肉商已经配合将近二十年 要什么样的肉默契不言可语 它的筋就像是筋 筋 这都算筋和筋 有没有 一般这样 对 我们这种肉就是都要把这个模子 都完全要抓起来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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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贵耶 对啊 所以这个牙的肉要很专心 可以卸白做一个 我老师说是脂肪的 对啊 这种软油的可以软油 不过它就是它的模子轻 不过它就像人家的感觉 还要用它开心的 不过它就像乳酸油的意思 就叫乳酸油 对 这个模子如果把它加热 我们吃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 就像陈酒那样 切菜太老 对啊 对啊 不过它就像乳酸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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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的猪肉是关系肉圆好吃与否的关键主体 但卖猪肉的人却只能在新闻里 当个关键配角 配角总说自己的画面有点少 所以得多给点镜头 肉越白越少了 我们身体越做越好 不然 心情要好 心情 你今天心情好吗 不然 真的好 亮美慧和阿明的画家常 是这个高雄渔村里常见的景象 也是亮美慧一家人 在历经倒债追债还债后 辛苦多年才盼到的光景 大概有十年了 你十年走不出来只有那么夸张 你那时候该会怎么有一次 我其实我已经吃了阿明药 已经吃了十年了 到目前我还在用药 对 就是我有一度 其实我不是只有失败一次 其实我已经失败两次了 就是我第一次失败就是做五金嘛 那五金那时候我们 虽然还蛮好的 就是我们自己做了机械五金 然后自己有紧口 然后又有贴牌 所以我们大概一个柜子进来 大概赚个五十啊一百是 西中平常的事情 大二十啊 一个月大概能做到一个月了吗 我们一个月大概一千多啊 所以你那时候曾经会干嘛吃剑吧 我那时候太笨了 没有自产 对 没有自产 我如果都把它自产的话 今天就看不到肉圆姐姐 一如蒸容下的瓦瑟罗火 正吃了肉要燃烧着 当年五金贸易事业 也是做得逢风火火 可没想到 后来一次投资其他产业 成为兵败如山倒的开始 其实我会被倒是因为 因为我做了其他投资 就是我投资那个 在二十几年前 是蛮流行的太阳能热水器 就是用太阳能去做发电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用水去做发电这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科技 所以我就把我的大部分的资金 转到这一块来 可是其实一个不成熟的商品 是很烧钱的 那就是因为这个不成熟的商品 我没有看到商机 那是后面的财力不够 所以后来这家公司就跳票 跳票之后去跟钱庄借钱 那有借到我们的票 那相对的 我们也是跟着这样 骨牌效应整个倒 所以我的五金也跟着倒 我被倒了三千多万 廖美慧一家 开始了被追债的生活 从市中心躲到了 柯仔寮这个渔村 为了还债 便做起这个最爱吃的小生意 第一天 那二十五年前的事的 反正就是 我们那时候是早上三点起来 磨米浆 然后打米 然后那时候还是手工包 反正那天我是从 是大概四点的时候 四点的时候包那个肉圆 然后六点开市 到八点就没有货了 因为那时候物价比较便宜 然后我们也是走那个小吃 然后单价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肉圆 怎么样来小 小小一颗 大概一口肉圆这样子 对 一颗就是卖五块钱 所以这个时候是有五块 所以你一家要不要 是我们用低价切入市场 然后切入市场 然后你已经有 这个市场的占有率 那再慢慢的把你的品质 还有你的数量往上提 野亮支架 是吸引客人上门的第一步 而上门的除了一般消费者 也有想加盟的人 于是生产的量修得更多 我们的工厂是十年 一年一年慢慢完成 对 对 我们在大概十年前左右 分前左右我们的量有 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开始做批发 除了批发以外 我们有做加盟 那加盟的话就是 就是我们也没有收加盟金 就是说我们的霸王的量就上来了 那上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机器化 机器化就是 当然首批你要去投资机器的前置一定要 但是后面你就会跟着看到你的商机 就是以量为王 你有量你的利润就会上来 开工厂就是这样子 所谓工厂工厂就是做工的地方 那你如果让做工的地方 他的工资的附加价值往上提 就是要有量 一坨一坨的肉馅 在涂上大量的米浆包覆 肉圆包住了量女会的事业 也包住了他和女儿间的感情 责任不一样 因为你在那边工作你不需要负责 但是你回家你就必须负责 对 而且他有麻烦的责任 还有对 就是在员工面前要当榜样 对 所以每次发生什么事情 都会拿我们先开刀 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他当着大家的面前骂我们 真的 真的会觉得很没面子 对 然后后来就是有慢慢沟通吧 后来就释怀了 你有当时跟你们把他做 就是 直接磕掉的时候 就像你们有 有 有 我比较熟大 我不敢 有吧 你们也有冷战吧 你冷战而已啊 对啊 但是你可能还多好不好 所以站多久 就那个档期过 档期过很久耶 也就是说可能就是后面 就是慢慢的进入状况之后就好了 不同现在的争执是为了工作 当年的争执是盼着女儿平安长大而来 爱吃啊 自己做吃的人那店家爱吃 不是 他就是 他都是吃油炸的啊 对啊 然后 然后个性打散啊 对啊 然后朋友比较重要啊 就是都是 都是我都死在朋友身上的 对不对 对啊 就是要 跟家人要维持好的关系嘛 对不对 不是啊 不是啊 你们的朋友不是那种借钱的 就只是 我们就是约好 哪没有啊 你不是借的朋友钱了 通过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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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要起巴士 对啊 看起来像一家人 看 我们就要看起来像一家人 什么 来啊 来 我来两个肉丸 两个肉丸 不要 妈妈跟我过呀 是要给你酗轻糖 我们都会有那么一段 异常艰难的时光 生活的狡迫 工作的失忆 家庭的压力 或许这段过程 曾经让自己过的朋友不可终日 但最终都讲过去 我觉得这个都是人生的一个经历 你如果没有经历之前那个磨练 你可能现在也不会长智慧 你可能也不会对事情 那么的不在意 因为真的 你说一个人要很顺遂 然后心如止水 什么事情都放下 就是不可能 看到这里小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